怎么拍这样拍照片 什么时候现在啊 这张图是我第一次参加莱坞电影的拍摄 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比如是Van Diesel 当时他特别特别照顾我 当时在这个拍摄片场有一个这样的场景很炫酷 是这样的一个姿势 就是其实代表这个电影的名字 电影叫做 Triple X 就三个X代表这个电影 实在太热了我把衣服先剥了 OK 这个照片就是最近我在这个美国做音乐的时候 有一帮朋友跟我说 这个东西现在特别特别火 你一定要玩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开始Snapchat 发给朋友之后 比如说只能看一次或者看两次 包括这些各样各种各样的表情 还有一些滤镜 很多的这种就是动画卡通这种东西 加在脸上就很有趣 但我的Snapchat是什么 我就不能关注了 这个球衣呢 就是我当时是参加那个NBA的全明星的一个名人赛 一个球衣 这件球衣我觉得对我来说意义还是非常大的 因为首先小时候就喜欢打篮球嘛 那篮球运动员是我的梦想 当时应该是第一个就是去参赛的一个华人的年轻 所以我觉得开心的 那个是在拍一个卫生导演这部新戏 叫做新戏特工 Valerian的时候拍的一张剧照 他帮我亲自拍的 然后穿的是那个戏服 就是一个特工的一个衣服 我穿完这个衣服之后呢 他特别给我加了两颗星星 所以我当然就特别开心 我加了一颗星星 这个是最近在这个洛杉矶做音乐的一张照片 这个录音棚呢 是一个特别牛的一个录音棚 比如Michael Jackson 坐到这边录音 终于能够有时间 有全身兴趣投入到这个音乐里面 我觉得每天过得特别充实 现在我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要在镜头里面自拍一张照片 然后呢到时候可能会发 可能会发而已 如果拍得不好就不发了 拍得好就发了吧 这个东西这个 就是说明镜子